好我们来看一组新闻观察 从26号开始 一则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 引发了宣战大波 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称 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 于11月在中国诞生 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了修改 使他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他们也成为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 这条爆炸性的消息一出 引发了一场学术界和社会舆论的大地震 贺建奎是谁 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这条新闻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条爆炸性的消息引发的 是一场学术界和社会舆论的大地震 After birth, we again deep sequencing Lulu and Lana's whole genome This verified the gene surgery works safely No gene was changed except the one to prevent HIV infection The girls are safe, healthy as any other babies 就在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前 南科大的生物学副教授贺建奎通过网络视频 向外界突然发布了这一重大消息 Gene surgery is and should remain a technology for healing enhancing IQ or selecting hair or eye color is not what a loving purple does that should be banned I understand my work will be controversial but I believe family need this technology and I'm willing to take the criticism What thing? 昨天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在香港召开 这个峰会是基因学领域非常高端的会议 按照会议的安排 今天上午贺建奎会有一个演讲 他的宣传团队说 他会在峰会上发布此次实验的相关数据 而贺建奎突然在峰会召开前一天发布基因编辑婴儿的消息 峰会方面的反应是怎样的 专家们又怎么看呢 来看采访报道本次峰会的央视记者毛丹 昨天发会的报道 其实在会议开始之前已经有一些回应出来了 我们记者大会开始之前 其实已经收到了大会组委会发出的一份声明 这个声明里就说对基因编辑婴儿这个事 以及引发的讨论非常的关注 但是他强调说一切人类基因组的编辑的研究和试验 必须是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 在会议的现场有一些专家就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回应 听了专家的解释我们了解到呢 如果贺建奎声称的首例基因编辑婴儿是真实存在的 那这个后果的严重性是很难想象的 难道贺建奎作为一个领域的一名研究人员他不清楚吗 对于贺建奎宣布的实验舆论注意到 就在去年二月 贺建奎还在科学网博客上发布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安全性上代解决的文章 文中称 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 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 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系编辑 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 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但是根据时间倒推 就在他发表这篇文章一年后 此次基因编辑婴儿的人体胚胎 就已经被植入到人类母体中 就在26号晚 国内的122位科学家联合发表了声明 对贺建奎的实验表示强烈谴责 直指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 形同虚车 那么贺建奎的这个实验室是如何实施的 相关部门是否清楚呢 稍稍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 贺建奎发布的 是一条必然会引发外界强烈质疑的大新闻 然而接下来的消息则更令公众感到不安 因为贺建奎声称的这个安全的手术 国家卫健委却并不知情 并且在得知消息后迅速责呈广东卫健委介入调查 此外相关协会也不知情 而南科大也对外宣布 贺建奎已于今年二月停薪留职 学校对此并不知情 同时深感震惊 更为诡异的是 贺建奎所做的这项临床试验 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的信息是 该实验已经通过深圳和美富儿科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批 在一份深圳和美富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的文件上 有包括甘愿领导黄华峰在内的七个人签字 但是深圳和美富儿科医院却表示 他们没有参与贺建奎的试验 针对这一事件深圳市魏纪委表示 根据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伦理委员会设立之日起三个月之内 向本机构的职业登记机关备案 经查深圳和美富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这一机构未按要求进行备案 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也已于26号启动对该事件涉及伦理问题的调查 对媒体报道的该研究项目的伦理审查书真实性进行核实 有关调查结果将会及时向公众进行公布 另外昨天下午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也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做出回应 徐南平表示2003年颁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 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明确规定 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 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 也不得将前款当中获得的以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 我们将会密切关注并且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调查 对于被明令禁止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此外中国科学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昨天发表声明 坚守科研伦理道德底线 坚决反对违规开展基因编辑婴儿 全面调查涉事机构并予以处罚 从各方的反馈来看 贺建奎的是也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 而是引来了一片质疑和谴责 那么为什么现在不能够做基因编辑的手术 做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们下面就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因为这个人类基因编辑技术 特别是对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呢 技术上并不是十分成熟的 尤其你要是编辑了人类的生殖细胞 那么这个生殖细胞的改变是可以传递的 对人类的基因呢 后代子孙后代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呢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 所以这个从整个人类社会呢 对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呢 都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像我们说把某一个基因给它敲除了以后 像说这个CCR5这个基因敲除 可以预防A字病 可以预防HIV的感染 但是呢 这个基因是我们所有的人呢 中国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都有 都存在的一个基因 它呢根据科学家的这个叙述呢 这个基因对我们的免疫功能 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如果你把它去除以后 那么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这种基因编辑技术呢 实际上有一个难以 难以估计的一个高的风险 就是我们这种干预一旦失败了 那么不仅对患者本人 或者叫受试者本人 而且对他们的后代 都有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如果我们在一个缺乏严格的安全性的 这个评估的这个基础上 就贸然的开展对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 显然呢是不合适的 而关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本身 相关部门正在开展调查 相信真相终会水落石出 我们鼓励科研领域的创新 但是在科技创新的过程当中呢 科学家应需谨守科研的规则和底线 要确保科技创新造福人类 而不使之成为一种创伤 您正在收看的是 周一